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雨来了 当然它的时间点是由北到南 从今天的下午傍晚开始 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 封面来报道可能带来了一些降雨 那么明天影响的范围会集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北部地区 要等到礼拜天可能那个范围才会延续到南部地区 好所以呢春雨来报道 不过这时间点看起来就是在这几天 礼拜五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 是比较明显的有降雨的一个情况 那南部地区恐怕降雨的幅度也并不是那么的大 能不能解干旱恐怕还是非常的有限 不过今天的部分呢要提醒的是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和东半部地区的朋友 那么首先呢是因为封面的前沿先来报道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低云还有雾 那云量非常的多 等到下半天的时候呢就估计可能会有降雨的机会 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就要攜带雨具 那北部地区降雨几率30% 东部地区呢在这个宜兰的部分也有30%的降雨几率 那么花莲跟台东呢20%的降雨几率 中南部地区就完全不受影响 降雨几率都只有10%不到 那到明天的时候中部以北地区开始受影响 然后后天的礼拜这个礼拜六的下半天跟礼拜天呢 那么南部地区才会受影响 另外呢受到了云量增多的影响 同时降雨的影响 所以呢温度也会明显的降温 好这也是要注意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部分 北部地区应时多云短暂雨降的机率30% 白天的温度21到26度 中部地区是22到30度 南部地区是20到31度 东部地区是21到28度 澎湖地区是21到26度 那么今天呢还算是降温的幅度并不算特别的多 明天后天会更明显的降温 甚至于礼拜天的时候呢 最低温下看15度 所以提醒大家温度的变化也要小心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21度 台南22度 高雄20度 宜兰花莲澎湖23度 台东24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 全数上涨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75点 收盘指数是321005点 涨幅0.23% 纳斯达克则上涨了117点 收盘指数是11787点 涨幅1.01%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11点 收盘指数是3948.30点 涨幅0.29% 费成半导体则是上涨了82.61点 收盘指数是3174.36点 涨幅2.67% 昨天在叶伦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美国参议院一席 不考虑要将存款保险的上限 那么再提高 甚至于是无上限这件事情 目前是不考虑的 这件事情引发了礼拜三 美国股市的下跌之后 昨天叶伦到参议院的正职的时候 就做了一点修改 他说财政部已经采取了 强有力的行动 确保人民存款安全 而且如有必要 他们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那这件事这个消息呢 就立刻激励了美国股市 尤其是科技类股 好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人就反映着担心衰退的疑虑 所以涨了三天之后呢 继续的拉回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9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9.96美元 跌幅1.33%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0.7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5.91美元 跌幅1.02% 农量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 重挫了2.11%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0.75%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0.43%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是这个又出现了 避险性的强烈买盘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大涨了46.30美元 每二十报价再度的逼近2000美元 盘中曾经一度突破2000美元 那最后收盘的时候来到 1995.90美元 涨幅2.37% 白银的期货呢 也上涨了2.06% 那么铜的期货上涨了1.95% 那么只有把金的期货呢 是下跌了0.89% 那在里面当然也反映出来 美元指数呢 是在盘中的时候一度下跌 不过最后呢 收盘的时候 因为欧元呢 转趋于贬值 所以最后呢 美元指数 小涨了0.24% 来到102.60%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指数 那不过呢 昨天的情绪呢 仍旧是围绕着 在这个属于 避险性的一种 投资情绪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包括了美国两年期的 公债值利率呢 又再度的下跌到了 3.825% 10年期公债值利率呢 再度下跌到 3.414% 人就维持着 殖利率倒挂 好 就是差距大概是 41个基点 那么可是呢 那么整个的 这一个资金呢 涌向避险性需求的 情绪 仍旧是相当强劲 所以我们看到 黄金的上涨 以及美元债券价格的上涨 殖利率的往下升 还有包括了比特币呢 那么仍旧是上涨 上涨了 目前的报价是 28459美元 对一比特币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跌多涨少的 英国金融市报 百分之价指数 下跌了 67点 跌幅0.89%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 指数小涨了8点 涨幅0.1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小跌了5点 跌幅0.04%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当昨天呢 在台北时间的凌晨2点 美国联准会呢 决定了 它最新的会议决策 那么FOMC会议啊 那么决定了 就是升息一码 然后来到4.75到5 百分之5啊 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利率 那升息一码被视为是 英式的决策 就是以这个英派的决策 但是 他的前瞻指引 却出现了 歌式的前瞻指引 就在他这个声明当中呢 将持续性的升息 这句话 修改成为说 未来有可能采取一些 必要的 或者是少许的一些 紧缩的措施 好 所以不是持续性的升息 而是要是状况 可能偶尔有调整 但不一定会调整的 所以呢 昨天的这整个的 这一个声明 以及决策 还有包尔的会后的记者会呢 留下了四大悬念 第一个就是 对于这一波 信用紧翘的情况 到底有多糟 就金融从SVB 就是矽谷银行 发生事情 已来到目前为止 到底未来呢 他的信贷紧缩的状况 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如何 其实目前呢 联准会也没有答案 他说目前看起来 只是刚刚的发生 所以还很难说 那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于他在记者会当中呢 承认说对于SVB的倒闭 一头雾水 但是呢 事实上根据 这个资料显示 旧金山联准银行 因为他们的监管 这件事情都是由各地区的联准银行 来负责的 那矽谷呢 是由旧金山联准银行来负责 事实上旧金山联准银行 实地查核人员 几个月前 就点出矽谷银行的问题 过度依赖 无保险的存款 就是大额存款 但是他的 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价值 因为美国不断的升息 而不断的价值下跌 他的这个账面亏损呢 可能会引发问题 而事实上美国联准会 二月初的会议记录 也有提到 有部分官员提到呢 非银行金融体系 已经出现了挤兑的问题 同时有一些巨额的 未实现亏损 也要小心注意 好 所以呢 你说到底这波 金融警竅的状况如何 那么鲍尔说他不清楚 现在还不确定 但事实上 确实有事先的一些 警告警讯在这里的 那这一波的升息循环 是不是到此为止呢 可能性非常的高 虽然说我们看 利率点阵图认为 美国联准会应该 还会再升息一次 但是呢 一般认为 随着这个金融警竅的状况 急剧的出现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随时就不升息 甚至于会不会降息呢 鲍尔是说 目前并不考虑 这个几率并不高 不过市场还是预测 联准会呢 可能会在今年之内 降息三马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预测 另外呢 矽谷银行给鲍尔的 这个最大启示是什么 刚刚提到了 鲍尔似乎非常的意外 好 这个是美国联准会 当然不是只有 美国联准会升息 昨天你会发现 除了巴西跟土耳其 央行之外呢 所有昨天举行 利率节策会议的央行 通通升息 包括台湾 英国呢 也升息一马 虽然说 然后瑞士 还升息两马 所以呢 瑞士表达出来呢 这个瑞士的 信贷的问题 应该已经被解决了 所以他们有信心 升息两马 不过这也意味着 通膨的压力 真的非常的高 英国呢 他之前公布的 二月份的CPI呢 高达了百分之 十点四 通膨如此严重 非升息不可 而瑞士的情况 其实类似 所以呢 他一定要升息来到了 2008年的最高 英国也是 2008年以来的最高 那我们看到 挪威央行呢 昨天也升息一马 而且呢 预告可能五月 甚至于六月跟九月 都还要再升息 菲律宾央行呢 也升息一马 来到百分之六点二五 2007年以来的 最高基本利率 当跟他二月份的 CPI通膨呢 有百分之八点六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所以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虽然有金融上面的波档 好 但是呢 仍旧因为通膨严重 所以呢 各国仍旧是以升息为基调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银行的问题 叶伦在听证会上面 原本呢 在礼拜三的时候说呢 不考虑将存款保险呢 那么改修为 完全没有任何上限 昨天呢 改口称之为 财政部已经采取 强有力的行动 确保美国人民 存款安全 如有必要 准备采取 进一步的行动 这个激励了 美国股市呢 安稳下来 同时呢 能够上涨 好 不过呢 美国的这一个 美国的整个贷款危机 不是只有债券的 会实现亏损的问题 美国的商用不动产的 规模高达6.5兆美元 但是现在呢 商用不动产的价格呢 又是可能会出现 因为利率上升 而出现下跌 同时使用的比例 也因为在居家办公 所以呢 也开始降低 所以这个部分呢 对于数千家 中小型银行 因为他们所持有的 商用不动产放款呢 占比高达70% 所以呢 会不会产生 后续的影响 还是要注意的 另外呢 这个美国的政管会 他为了要去 整顿币圈 加密货币圈 所以呢 他已经预告 将会起诉 最重要的交易平台 Coinbase 而Coinbase呢 也发出了通知 那么说明了 可能是他的一些 现货啦 职押啦 托管啦 钱包啦 等多项业务呢 违反了联邦证券法 这也确实让 Coinbase的股价下跌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即便没有影响 加密货币 仍旧是上涨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根据SWIT 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 所公布的 人民币的最新的国际支付 全球的国际支付 人民币的支付 占全球的比重 如果经过SWIT 环球金融协会的话呢 它的占比是 2.19% 比1月份的1.91% 明显的回弹 但是仍旧没有回到 去年1月的时候的高点 那个时候占比 3.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是以全球贸易的 融资额来看的话呢 人民币的使用比重呢 已经来到了 4.47% 仅次于美国跟欧元 不过美国的占比非常高 84.32% 欧元6% 第三名呢 就是人民币 4.47%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入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都是 随着雅股的回弹而上升 上证中和指数呢 上涨了20点收盘指数 3286点涨幅0.64% 深圳层指呢 则是大涨了0.94% 来到11605点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大涨了422点 收盘指数是2013点 涨幅2.15%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昨天呢 其实资金快速的涌向亚洲 那一方面是因为呢 美国升息看起来 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呢 开始美元指数往下跌 然后呢 所有的亚洲货币对 美元都是升值的 尤其韩元升值了 2.3% 那新台币也升值了 1.54脚 升值0.51% 实际上其他货币 升值得更多 欧元升值1.3% 日元升值1.26% 人民币升值0.92% 新加坡币升值0.81% 不过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控管 比较严格 所以呢 那么这个升值1.53脚来到 30.372% 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升值幅度 这里面也看到资金呢 快速往亚洲流的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也跟避险情绪有关 因为美国欧洲现在看起来都有金融上面的一些信心危机 那么相信之下 亚洲如果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话 似乎就被青睐 尤其是科技类 所以你看到 昨天外资继续买超台北股市 买超169亿元 台北股市呢 最后大涨了103点 来到15863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央行 昨天呢 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 升息半码 因为这个这里面呢 其实像财经媒体去做各种经济学家 或者金融机构的调查 大部分都认为不会升息 但是呢 昨天人就升息了半码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那么中央银行呢 再度的调降 今年的经营成长率 但是调升了通膨率 这恐怕也是要升息半码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